听起来一切都很顺利 就是抓住了这女生的胃 对对对 可是为什么后来被媒体拍到 让你们差点分手啊 因为其实是在今年的事情 见光死的感觉对不对 其实有点 因为他是素人 然后像我们上报其实是很正常 因为我也不是被跟拍第一次的 但是他是素人 他们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 他上报了 因为当时其实我们还没有跟他父母讲 就是说我们在交往的事情 他妈妈知道我是男朋友 但不知道我长什么样 然后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之后来报纸新闻一出来 他父母在韩国有看到新闻 所以马上就告诉他说 你不是交一个男朋友谈恋爱吗 怎么会上新闻 因为在老一辈他们的想法就是觉得说 你今天上新闻是因为你犯罪了吗 还是怎么了 对所以才会上新闻 因为一般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你这个恋爱应该不能再谈恋爱 不能再谈恋爱去 说马上要停止 你们现在马上粉丝 我那时候想完了 我压力超大 你结婚大家多开心 没有 因为我觉得 真的为你高兴 大家期盼蛮旧的感觉 是不是 你赢小钟哥了 对啊 低调低调低调 大家往老五终于真的是销售出去的 因为我觉得是说心态的问题 因为小钟 我不确认他到底有没有想要结婚这个事情 我其实我是不确认的 但是因为我其实我这个目标很明确是 我一定要结婚生小孩 所以我都一直在朝这个目标去前进 你从几岁开始有这个目标 我其实从三十接近尾巴的时候 其实开始就有这个想法 这样子 你知道这么大的关注 首先第一就是 大家都终于看到你 对终于 有时候感觉有来电啊 应该是说 因为我是透过朋友介绍 然后因为他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 然后他身边也没有什么男性朋友 然后也不 生活圈很单纯 生活圈很小 而且很单纯 然后那时候 我朋友是给我看照片 我就说这个女生 感觉还蛮可爱的 我觉得可以约一下 可爱死了 他不太习惯一个人单独出来跟我约会 所以变成我就要去想办法 然后就是尽量可能找一些朋友 让他不要害怕 所以后来我们第二次约会 厉害了 我找到玉芳姐他们 来出来一起去吃火锅 然后那一次是我们第二次约会 然后在当中我就一直观察他 我发现到 他其实对吃还蛮喜欢的 我就想说 应该是喜欢美食 像下次约会 我就找他去吃美食 听起来一切都很顺利 就是抓住了这女生的胃 对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后来被媒体拍到 让你们差点分手啊 因为其实 是在今年的事情 那种光死的感觉对不对 其实有点 因为 他不知道你是艺人吗 他刚开始交往的时候 他其实不知道我是艺人 那你怎么跟他讲你做什么 他怎么放心跟你交往 因为他其实没有问 他只觉得我很幽默 所以他刚开始他真的 他只是觉得你好笑 就跟你在一起喔 好笑的时候我们还懂 我们还懂吃好吗 懂吃 懂吃很重要 大概你分得出满国币跟法国钱吗 喂 他根本 我跟妳讲他只认识谁 我说那你有认识台湾的艺人吗 他说有 我说是谁 邓丽君 哇 邓丽君 我说那个不是你爸爸那一辈的人吗 他说对 因为他们小时候可能有 在韩国的时候有听过 因为邓丽君在韩国是非常红 是 他们是小时候有听过那个歌 所以他知道这个人 那我说那你还有认识其他人吗 他说不是 就没有在流行 就没有在关注这个流行 因为他们有在看电视的人 对 因为他对台湾的演艺圈 他也没有那么大兴趣 所以他完全不了解 他是认识我之后 知道我在做这一行 才慢慢开始看见 等于说他才发现他说 我为什么会上报了这样 他是素人 然后像我们上报其实是很正常 我也不是被跟拍第一次了 但是他是素人 他们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 他上报了 因为当时其实 我们还没有跟他父母讲 就是说我们在交往的事情 他妈妈知道我是个男朋友 但不知道我长什么样 然后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之后来报纸 新闻一出来 他父母在韩国有看到新闻 所以马上就告诉他说 你不是交一个男朋友谈恋爱吗 怎么会上新闻 因为在老一辈 他们的想法就是觉得说 你今天上新闻 是因为你犯罪了吗 还是怎么了 对 所以才会上新闻 因为一般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你这个恋爱应该不能在谈 怪怪的 不能在谈下去 说马上要停止 你们现在马上分身 我那时候想完了 我压力超大 我想说那怎么办 我想听你怎么解决的 结果后来我就跟他讲说 因为我的工作我没有办法 就是说 因为我没办法阻止狗仔去跟我 而且狗仔跟我 其实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没办法去阻止这个事情 那他们要怎么写 我们也管不了 不能去放他们的嘴 但只能做好我们自己 就是把自己做好 因为毕竟日子是我们两个在谷 不是他们在谷 那他们要怎么讲 你就只能让他们这样去讲 那我就 每天都要去跟他讲这些 然后说因为工作人物 有时候你不要去太在意别人讲话 甚至于有时候我们新闻出来 加很多酸民在里面留言什么的 你就看看就好了 甚至于你连看都不要去看 因为你看了只会多让自己多想 然后会去走心 那我们不可能做到一百分 我们也不是百分百的好男人 但我们尽可能的先六十分 对不对 就先求及格 我们再慢慢往上 你看他讲得多诚可 真的 是应该是要的 你不要眼泪 不要掉 不会 你感觉他会哭 不会 这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